讲他爱党爱国爱人民我觉得一点都不错 近日九三学社社员严福庆长孙严志渊 在上海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严福庆是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 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 先后创办多所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 为中国医学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是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之一 被称为中国现代医学之父 他还是九三学社上海组织先贤 严志渊表示自己与祖父严福庆共同生活了26年 祖父的言行举止是自己做人的教科书 他平时讲的话在成为我的教科书 他对我主要是一生作战 他经常跟我讲一个读书要用功 还有一个就做人要规矩 有一次把他老师也请出来 请他出来吃饭 给我们看就是尊重自己老师 他老师那个时候九十多岁了 他那个时候七十多岁 他其实自己已经位置很高了 但是他的老师很尊重 我都看在眼前脸 1956年9月 九三学社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台湾广播宣传工作的通知 决定每月安排三到四位社员参加对台广播 严志渊回忆 严福庆等三位社员参加了广播 并精心准备广播稿 呼吁台胞及有志知识回到大陆来看看 台湾有他学生 有他老朋友 他通过这个电台啊 很认真地整理了这个对台广播的发言稿 就是讲他自己创办医学院的经历 就是说对知识分子蛮好 希望大家回来回到大陆来看看 他说现在国家医学事业都有发展 我想这个就是他内心的一种感受吧 在严志渊看来 严福庆最重要的精神品质在于爱国为民无私奉献 自己要向祖父学习 他本人今年已经79岁了 希望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我79 实际上是退休了 但是我退而不休 我本能来讲 到了这八年纪了 我什么都不想了 就是在我晚年还能老有所为